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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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施公子 有一件事我很想 整天都说 我的梦寐以求想做iBanker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iBanker 做过啦 那我们不如说一下你的见闻好吗 见闻有什么想听 八卦的 说得就放心吧 不是相秘密 我们希望每个星期内找你访问 10分钟说一下你的所见所闻 现在你也是继续在做的 不是有牌子的 严格来说我已经不是iBanker 就是牌照范围 所以变成牌照范围以来 而我不管的 其他很多行家帮忙 所以他们有牌子就去做 但我知道你帮了很多公司上去IPO 在香港 美国 这些是团队工作来的 不是我一个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些所见所闻 这个节目真的不错 欢迎收看第二集的iBanker见闻录 我又是我们的主角 昕宗智 讲一下故事 上次说了你如何入行 其实iBank这麽神秘的世界里 有很多玩家 例如iBank 我们不要说个人 那些玩家有什么 那些组合不如打世界杯 或是世界杯 先讲一下世界杯 真的 很多人没有留意 这些分类来计 因为投资银行 真的可以用国家队来分 不只是中国国家队 而是后来居上 你看历史原格 其实都是用国家队来分 美国华尔街那班大学 就是美国队 很明显 但也有英国队 有欧洲队 所以有一件事物不可分的 就是说 其实每一些重要的国际投行 基本上都很难 跟自己国家的立场分得太远 很过瘾 所以就算说 现在经常说国家队 北京国家队才算 其实都是后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过了97 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平台 而冲撞成长那一堆 才算是真正的国家队 就是中国那一堆 所以就说 其实真的用这个来分析 就可能教会明确明白 什么一回事 但我知道了 就算我们当香港 或者国家那些 中国里面的国企 去到美国上市的时候 或者来香港上市 他就不是很分 我们国家队 其实就是美国队 全世界的队伍都一起下来 究竟整个运作是怎么样 为何这么博爱 这些东西大家清楚 第一 就是说如果你牵涉到 例如上市项目 这些公司上市才算 你牵涉到的 不是你本身的企业背景 是哪里来的问题 你是找全世界的投资者 去买你的股票 对 也就是说 当你向全世界 开放了你的资本 那个帐目之后 你找不同的股东来入股 你对着不同地方的股东 你就即时已经想到 你如果不找当地的国家队 帮你去拔那些投资者进来的话 你哪个去做呢 是 避免不了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见到 所谓的大型的国际项目 才算 你看到就是联合国 所以变成 差不多每一个地区 主要的投资银行 都会参与上市工作 令到你整个国际的配售 国际的推广工作 都会顺利 这件事是业务本身 已经决定了这件事 就不是说你这么博爱 打架打到头崩压年 我都说了 我知道每个队伍 比如你玩这个团队 都有甲组、月组、影哲户 这是另一套分路 例如你这些项目 有多大的尺寸 哪些大那些 哇 我都会想 看我的项目 可能都是老闆 打算上去上市 对吧 不好意思 要老实说 这些话 但不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分类 和国际分类的水平 差很远 不好意思 要小心一下 为什么又是历史原格的问题 你差不多一线队伍最大的 所谓国家队 例如美国国家队 最明显 你小过某一个集资额 它是不能看得到的 是哪个呢 就是多大呢 一亿美金左右 起码 小过没有办法去兼顾 这个成本 或者其他成本高 所以一亿美金集资来计 你想想上市的质量 要多大 对它来说 不好意思 都叫中等 但香港集资是一亿 已经叫快 这些概念很不同 所以通常 美国就是一亿美金 香港就是一亿国子 类似 类似 所以怎么会是一线队伍呢 国际一线 还是本港一线 先解释清楚 这是地区赛 一回事 但现在香港 香港上市也有几千亿 对啊 香港人也很不同 这十二十年里面 真的翻天覆地变化得很快 但其实其他国家 在香港的会议程度 是怎样的呢 非常会议 非常会议程度 差不多每一个叫做国际投行 差不多都会在香港下脚 走不掉的 是 因为香港始终的位置 其实是等于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所以多数来香港上市 是中国最大的企业 不一定是国企 是私人企业 都是最大的企业 不是国家企业 是私人企业 是私人企业 很多都在香港上市 然后它吸引投资者 就是全世界的投资者来的香港 不是只是国内的资金来的香港 但是香港是一个自由的金融市场 没有进出香港的管制 所以变成你所有资金自由进出香港的话 就形成了香港这么繁荣的局面 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现在香港做iBank 其实香港有多少个从业员做iBank 但我从来没有计算过 起码有几万人 有几万人 你衍生出来不止 为什么呢 甚至是金融集资 很多东西 你看起来好像很小微小眼 这个经纪行 它都养了不少人 但是整个所谓的产业链 当然是上游去到你真是下游 整个产业链很长一件事 所以其实 甚至有些做印刷的 都跟金融息息相关 有很大的印刷公司 差不多专门就是印金融书刊 和印刷品 为什么 你也知道这些行业 2030年 2030年 看起来的情况 我们就说 日本 东京 新加坡 甚至台湾 那些人就说 现在 其实香港有什么金融地 他们有什么情况 令他们要走 或者有什么情况 令他们要走 这个 我认为你找数把铁都不走 有钱去找 不好意思 很老实 铁都不走 有钱去找 以前香港 你都说 几个不同金融中心要争 那时候 日本还是很大 是 自己的总量是很大 通常的划分方法 就是日本以外的亚洲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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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太大 问题是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 其他亚洲国家都上得很快 所以真的很国际化 好像你所说 到底哪些投行会来 也不会走 其实所有投行就是那句 只要你有一个金融市场成熟 活跃的话 他都会来 所以香港相对其他亚洲地区 真假 甚至相对日本也是 我们本身的法律制度 是跟这个习惯法 跟英美这些主流金融心 普通法 是完全是融会贯通的 所有法律 融会贯通 亦都是用英文为主 所以香港的国际化背景 是这样的 我们有没有 基建 电子 还有传媒 电脑系统 传媒更加很重要 所以你本身是一个 资讯自由流通的地方 我们又没有这个 所谓资金管制 亦都是外汇自由流通的地方 所以形成了我们容易 做这个交易中心的地位 是这样的产生出来 这是几年的配合 是 iBank里面来说 可以了 究竟现在有没有 iBank是有些分门别类的 专门做哪一批类型的东西 或者是怎样分辨的呢 这些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是看人 因为如果你真是很巨型 差不多什么业务的人才都会有 始终看人就没办法 例如我要帮人保证上市 你的行业底都不熟 你怎样写那本书 你找很多专家去辅助他一回事 但这个难道就是这个 所以有很多 正如刚才所说的 这些所谓国家队 你没有一定规模以上 他没有办法服侍你 因为他真的要想到很多人力物力 和资源内力 去帮你做集资 或者融资的工作 或者维会工作 如果你没有这个所谓规模 他没有办法服侍你 所以第一样分的就是 到底你是所谓国际水平的上市机构 还是一些所谓不是国际水平 而是地区性的 那类的机构集资需要服务呢 起码用了这个市场来划分 你就会有不同的队伍去服侍他 OK 时间所限 今集可以讲一下所谓的分队 不如我们下一集就马上问你 究竟iBank为什么这么值钱 他做什么功能 为了服务这些东西 正常 那些西方的西方的西方功能 我想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切勿留意 多谢大家收看